未来的月球上出现了一片绿洲 经过几代人的开发 这片绿洲俨然成为了人间仙境 然而这看似天堂的地方也隐藏着黑暗 深夜 女人低头看向手中的神秘物体 宛如莲花般的东西散发着柔光 这时 远处传来一声呼喊 女人吓得撒腿就跑 但是由于身体肉量比较多 跑起来比较慢 最终被男人一把抱住 天亮后 女人已经惨遭杀害 两个巡逻的警察发现了她的尸体 保罗拿出扫描仪对着尸体扫了一下 女人的身份信息及死亡时间立马显示出来 不仅如此 就连凶手姓慎名谁都一目了然 有了如此强大的高科技帮助 凶手卡尔很快就被抓归案 卡尔试图狡辩一下 黑胖直接掏出扫描仪 在他头顶放出了整个作案过程 在如此铁证之下 卡尔哑口无言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保罗询问作案动机时 卡尔一个头锤将保罗打伤 从警局里逃了出去 随后她小心翼翼地来到一处秘里 从一个隐秘角落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装着一个神秘仪器 然后用手确认好腰间的一个位置 拿起仪器对准了这个地方 原来每个月球人都会被植入定位芯片 卡尔想要逃生就必须将它取出来 随着一声惨叫 定位芯片被取出 从此后天高任鸟飞 保罗他们找到了唯一一个 不在监控区域的小飞 表示要让她进趟城 在保罗的强硬要求下 小黑只得随他们一起坐上了三蹦子 来到警局后她才知道 原来 昨晚被害的女人正是小黑同母异父的妹妹 她在强宝中时 母亲就抛下她来到了月球 重新组建了家庭 虽然对母亲有着抛弃之恨 但这个未曾谋面的妹妹毕竟是无辜的 她表示想要去案发现场看一看 于是保罗带着她来到了事发之地 眼尖的她 发现了遗落的一枚花瓣 上面还有类似地图般的纹路 这时 远处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两人一狗连忙追了上去 在追了九九八十一天后 眼前出现了一堵高大的围栏 保罗立马叫住小黑 让他不要再追了 小黑如果肯听话 那就不叫小黑了 他顺着墙角的狗洞 爬到了对面 但是追着追着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原来这里已经脱离了绿洲范围 属于危险地带 是连月球人也不敢踏足的地方 此处空气稀薄让小黑呼吸困难 坚持着跑了几步后 就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他努力地想要看清那人的长相 迷流间看到了一张可怖的人影 当小黑再次醒来时 已经来到了保罗的家里 一家人正在吃午餐 有保罗几个肤色各异的孩子 以及他妻子的另一个丈夫 这种奇葩的组合家庭 让小黑浑身不得尽 饭后他连夜回到了飞船上 就在调试设备时 突然听到了一响 小黑戴上雷电手套 小心翼翼地靠近 躲在墙角的男人正是卡尔 手套上强大的电流 直接就让他失去了反抗能 原来卡尔在月球 已经没了容身之地 他想要偷渡去地球 小黑这时才认出 他就是杀害妹妹的凶手 就当卡尔要解释时 外面传来了呼喊声 小黑让他在这里等着 随后他若无其事地来到船舱 没料到卡尔竟然也跟了上来 小黑问他为什么上来 卡尔没理他 而是对着特使的保镖 说了一句任务完成 保镖二话不说 直接一枪干掉了他 正在小黑不解释 保镖却突然勒住了他的脖子 看来是小黑撞见了 两人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保镖才要杀人灭孔 就在小黑命悬一线之时 他拿起旁边的注射器 猛地扎向保镖的脖子 在好不容易逃出生天后 遇到了赶来的保罗 就在小黑认为自己得救了时 保罗却给他戴上了一个特殊手环 小黑来不及震惊便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被囚禁在一个 暗无天日的房间内 一场针对月球移民的阴谋 也就此展开